二十载红法离生 舍身广传大成 慈悲妙法世界 点亮众生新灯 卢君洪台长于1959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文化艺术史家 书香门第 自幼身受祖辈浓厚的文化与佛学寻陶 因父亲的姻缘 海底时代既有性结缘并受教于高僧大德 心灵深处奠定了深厚的佛缘与传统文化的根基 1989年赴澳洲之后 心怀慈悲的卢台长 积多年风雨无阻 坚持奔赴养老院 为孤寡老人喂饭 1997年开始 在澳洲的华人电台 他不畏名利 在观世音菩萨的庇佑下 于午夜时分 仍然在直播节目中 耐心解答佛有听众的问题 2007年他白手起家 创办了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广红心灵法门 当时电台的一桌异仪 都是他亲手组装之作 数不清的日日夜夜 他都在电台通宵打蛋 上门求助的佛友 他有求必应 无偿救度 交通不便的听众 他亲自开车接送 免费结缘的经文 也是他亲自手写腾钞 远道而来的佛友的衣食主行 他无不关照过问 数不清的感人情节 道不完的动人故事 卢台长的一生 皆是融入众生之中 数十年从未改变 平凡之处见真情 卢台长正是靠着 长久如一的真心 真诚 对待佛友与听众 拼借一颗 慈悲无我之心 成就了如今 千万佛友的爱戴 与终嘴 在十年前 我没有想过 我会有这么多的心中 我现在在全世界 就将近有一千万行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 我到哪里 我都是做自己 你好好的去走 让你自己走出一条路出来 因为你的信念 你的理念 你的责任心 所以在佛法界讲 愿力很重要 我今天有这个愿力 我才会有动力 我才会有这个能力 我才能做得到 所以这个力量 从哪里来 从你的誓愿 从你的信心当中来 所以我走到今天 我知道路很长 但是我有信心 我有愿力 所以有这种心 我相信佛法一定能传承 他放弃优渥的家境 与地位名利 创办电台 弘扬佛法 只为一个心愿 要让全世界的 有缘众生 都能够念诵 大悲咒和心经 十年间 从无到有 从几百人的法会 到几万人的法会 辉煌的背后 是卢台长 数十年如一日的 慈悲复出 与欧心沥血 他对待自己 极其节俭 甚为严苛 兢兢业业 终年无休 废弃忘食 常常工作到 凌晨四点才休息 他对弟子 尊尊教会 从不舍弃 纵作狮子猴 一直为其能够 明心见性 救度众生 延续慧命 他对众生 无限慈悲包容 关怀卑至 为众生消夜拔苦 从无疲艳 甚至燃烧生命 只为照亮众生 回家之路 纵然肉身 常年过度投资 疲惫不堪 他却永远将最好的一面 基于众生 把一切苦难 留给自己 自2010年至2020年 短短十年时间 卢军红台长 马不停蹄 在全世界 三十多个国家地区 举办了上百场 红法演讲 足迹遍及欧洲 美洲 大洋洲 亚洲 无数佛友 因为心灵法门 而离苦得乐 弃恶从善 家庭 事业 健康问题 得以化解 在无我利他中 获得心灵的超脱 与境界的提升 古往今来 历代高僧大德和祖师们 无不付出生命代价 在人间接力尽艰难险阻 只为延续众生的法身会命 卢军红台长追寻佛陀 观世音菩萨 与先祖大德之脚步 在舞着恶世的末法时期 不惜生命 妙法揭示人生宇宙的真谛 令佛法真正走入了 寻常百姓的心田 我们要让心灵法门 在全世界弘扬 靠的是众佛友的努力 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 他传承观世音菩萨的 慈悲仁爱精神 众生有难之时 他毫不令息伸出援手 下至幼儿徐童 上至茂迪老人 他平等无碍 施以恩慈 他令佛法的和平理念 在国际社会异议生辉 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区 多次发言 以佛法的和谐无征 推动世界和平 广受认可 观音菩萨沙巴 也记载了一个人间大德 开山宗师的艰辛 与舍命奉献 他践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春风话雨 慈悲大爱 真正融化了众生的心灵 他清逊慈悲 海纳百川的高尚情怀 高山阳指 普照人间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密菩提 恰如囚兔脚 百千万佛友 正在践行大乘佛法 普度众生的理念 追随卢君洪台长 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普行世间 正如卢台长所言 众生皆因与 观世音菩萨的因缘 而登上法船 他永远将众生 放在首位 我告诉你啊 师父今天这两天 一直在感恩观世音菩萨 你们知道吗 全世界几千万人 不是师父都来的 我今天很感叹地说 观世音菩萨 在多少世以前 已经到人间来 接了多少善缘 你们下面学佛的人 多少人跟观世音菩萨 已经接下了不解之缘 都是观世音菩萨 当年度的人 只是师父今天 非常荣幸地 把你们归在一起 想把你们带上天 所以我今天是收割者 我更感恩观世音菩萨啊 无上菩提路 点滴慈悲行 卢台长时时处处 皆将菩萨和众生 顶在头上 他开朗幽默 智慧妙法 启迪众生 知音懂果 参呼佛法真谛 在会场 路边 机场 无处不是他 为有缘众生 慈悲开示的身影 他曾说 成佛是为众生 而非为自己 他 为众生而来 以为众生而去 他 从未离开 并将涌住 众生的心间 他为人间留下了 无数津津乐道的 慈悲故事 更留下了 必将千古传承的 佛法智慧 精灵法门 传承着观世音菩萨的 慈悲精神 并将心火相传 鼓励友情 远远流长 师父 要你们 人心向善 佛果长存在心 有观世音菩萨的保佑 台长相信 心灵法门 会越来越好